觀眾朋友晚安 歡迎收看1月9號 星期四晚上11點 運通財經台 自我的股市晚安報 我是郭凱 請問開始先關心 今天台北股市的表現 說到金管會有意 開放進階版的當充 就是先賣後買 今天的量能有明顯增溫的跡象 不過盤中在電子熄火 以及金融股在平盤下 震盪的影響 拖累大盤急速回檔 加權指數下跌了41.33點 收在8514.68點 成交量是放大到1341.45億元 依舊改寫了17個月以來的新巨量 今天各大類股是跌多漲少 電子全值股走勢分歧 大力光 台積電 宏達電 疲軟無力 可承聯發科洪海則是向上走強 證券股挟著業績題材 以集在整個成長的一個獲利的題材 獲得短多的買盤追價 大展鎮 大眾鎮率先漲停 帶動了康和鎮 群益鎮 同步大漲 另外傳產中造紙受到融成上一個月的營收超旺 爆量供頂 激勵了肋骨紅光滿面 指數收紅了1.35% 今夜重大財經訊息 政府政策做多 讓股市大戶還有散戶等本土資金紛紛歸對了 在昨天看到千億的量能之後 今天更是加速擴大了1300多億 分析師就認為 今天能夠促成台股大量不斷擴增的關鍵 就在於這幾天是由內資取代外資的主導權 成為盤面上的主流 上市貴的現股當沖實施第四天 成效是持續的擴大 貴買中心不管是當沖張數 金額都是持續的成長 帶動成交量持續創新高 收盤時成交量是353.76億 再度創下99年4月來的新天亮 根據統計 前三個交易日的 衝銷最熱門股票是太陽能的中美金 第二名 第三名則是F-Puray以及碩盒 美國消費性電子大展亮點不斷 其中又以IC設計族群為最大受惠者 再加上IC設計 股價具有相對的補漲空間 近來更是成為法人的布局焦點 各家法人機構表示相關的股票 包括了在瑞育 立期在農曆年前 都還會有表現的空間 鴻海董事長郭台銘前往 美國拉斯維加斯參與CES展勝會 並且為美國瑞宣Visio 大廠的120吋高化石電視來站台 郭台銘強調 這款新型電視 是由鴻海及瑞宣聯手打造 讓今天的股價在盤中出現了大單極大 不只在鴻海的部分是翻紅了 還一度衝上了81.1元 創下2013年9月6號以來的高點 日月光排污事件之後 主力客戶連發科開出了轉單第一槍 中經理謝青將證實 為了確保日後出貨順暢 連發科決定把原本在日月光 K7廠封測訂單 全數轉網細批 法人在集貨的佈局 三大法人的買賣超排名部分 外資買超了2.62億元 投信也買超了6.56億 淨商是賣超了8.08億元 三大法人共計買超1.1億 想一數一筒來關心 分析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台股起步部分以8528点作收 下跌56点 与现货相较正价差13.32点 车榜面部分 外资空单大增4866口 近空单水位增加至11959口 投信空单小增137口 近多单部位603口 自营商多单增加了455口 至1526口 中继三大法人空单增加4548口 至9830口 这是台北股市表现 外资法人观点部分 瑞银证券就认为 2014年亚洲各国的经济 渴望是加速成长 因此预估 今年亚洲如果不包括日本 经济的成长率可以达到6% 另外瑞银也预估 台湾今年的经济成长率 可以来到4.5% 是目前各大机构当中 最乐观的预估值 美银美林政权预估 今年亚洲货币将呈现 韩元申日元扁新台币稳的格局 亚洲货币的相互牵制 也会是未来决定科技股 股价的关键之一 因此认为 台湾还有日本的科技股表现 会比韩国的还要好 金控去年度的 获利数字陆续公布 已经有4家的金控 创下历史新高了 也让外资 今年纷纷的罕见金融股 除了美林政权 上修中信金平等 还有目标价之外 不过Stanley的 也非常看好金融 给予赵峰金 还有富邦金 买进的平等 联发科去年12月 营收再创历史新高了 却还是没有办法 挽回股价下锁 润银证券就透露了 联发科会受到 中国大陆的4G LTE政策影响 将投资平等 降到了中立的位置 这是今天台北股市的强作事故 股市涨跌变化就像天气一样 股市气象台今天出太阳的偏多讯息部分 南科公布去年第四季的字节数目 单季获利是来到40亿元 不但写下去年单季获利新高 而全年获利81亿 也终止了连续7年的亏损困境 华南金控公布了去年12月的合并税后 净利为8.18亿 累计去年全年的合并净利为100.52亿元 每股税后盈余为1.11亿元 受惠于苹果新产品热销 F真顶去年第四季营收达到226.58亿 即增32.75% 创下单季新高纪录 也让去年全年的营收超越了新兴 成为国内印刷电路板厂的新龙头 金可去年12月的营收为4.65亿 月增4.65% 创下单月历史次高纪录 展望未来金可认为 今年将在中国大陆开拓电子商务通路 并在中国的商务网站推出新产品 因此反而就预估 未来整体营收获利 渴望持续成长 受惠于波罗的海指数BDI大涨 育民去年12月营收来到8.17亿 月增3.13% 创下近15个月以来的新高 因此反而预估 在新传陆续加入营运帮助下 今年的整体营收 有机会持续向上的成长 中华电信去年合并营收 总计达到2280亿 年增3% EPS 5.14元 展望未来中华电视认为 今年将会专注在云端产业服务 同时也将全力冲刺 4G网络的建设 期望在今年下半年 就能够抢先开台 以上是台北股市的表现 稍微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好 先来 好 先来 让我来 好 先来 有國家標準三點五倍 有了兒牌氣密窗 家就是寧靜的停泊港 在家裡打鼓也是膽有 人生最美的收藏 遇上人極美落成 尊重著作權就是保護創作人的生命 請支持合法授權 保護智慧財產權 病菌的傳播轉在無意間 下班後享受幸福時光的同時 別讓病菌無意間 也危害自己最親愛的家人 用肥皂勤洗手 守護最親愛的家人 歡迎回到股市環報 有關國際匯率數字 一起來看看 我們會見到股市環報 我們會見到股市環報 有關國際匯率數字 我們會見到股市環報 有關國際匯率數字 歡迎收看 關心國際重大的財經訊息 國際貨幣基金 MF表示 由于全球经济改善 因此MF计划 在三个星期之内 上修全球经济成长预测 对于2014年 全球的经济看法 已经从审慎的态度 转向乐观的看待 美国原油的生产量大增了 不但导致欧洲 有十多家炼油厂卸业 而且随着美国国内 专油业者崛起 美国还渴望 供应原油给亚洲市场 大大的威胁到中东 还有南美等产油国 联准会表示 可能会在今年之内 终止债券的收购计划 希望能够让货币政策 回到常态 这样消息也激了美元走高 让日元跌到了 近五年来的新低 更加深了南韩设法 抑制韩元涨势 以及保护出口的压力 根据日本央行调查结果 日本一般家庭 对经济情势的信心 开始动摇了 也让首相安倍晋三的 经济激励政策 遇到了危机 日本民众认为 就算薪资提升 还可能没有办法支撑 未来的消费税的提高 所造成的生活成本上涨 亚洲股市最新消息 大陆股市今天收黑 基准指数再度跌到了 五个月来的新低点 下一次一头来关心 再次您看 國內重大的財經訊息部分 在清控業去年的財報是陸續的公布了 由霍利王富邦清控再度奪冠 年增了12.8個百分點 直逼327億元創下歷史新高 另外旗下的華裔銀行也正式完成了董監改選 確定由集團大家長蔡明忠擔任董作的職位 農曆新年即將到來 金管會諸位曾明忠呼籲金融機構加薪 業者反映踴躍 包括國泰金、富邦金、中信金、新光金、永豐金等員工 都有機會加薪過好年 其實在匯別金融海嘯陰影後 近五年來金融業獲利蒸蒸日上 使得金融機構員工的薪資表現普遍優於其他產業 這個業績表現得非常好 那對於員工的鼓勵 我覺得這個部分一定是我們會考慮 要加薪 成績當然要先令老闆以及投資人滿意 富邦金控去年獲利強硬高達326.93億元 年增12.8% 該卸歷史新高 EPS3.31元 站穩金控獲利王 剛納入旗下的華裔銀行也正式完成新任董監改選 由富邦金控董事長蔡明忠兼任華裔銀董作 不同於富邦金的優異表現 中信金控去年12月財報則讓業界嚇一跳 受到呆帳提存一次性因素影響 稅後竟損5.42億 不過累積去年全年合併稅後存益 仍達到215.03億元 創歷史新高 EPS1.5元 富邦金監改宇 台北報導 宏基營運走向近來總是受到矚目 既和電子商務龍頭PC Home合作之後 現在外資更提出了 宏基將要和宏達電合併的說法 不過是遭到了董事長施政榮的否認 宏基創辦施政榮回國掌舵 不管走到哪 話題總是圍繞營運狀況 事情就是不是那麼單純 對不對 那就一步一步走也不能慌 大家每天每天都在動腦筋 而且不只動腦筋 要裁齊行動 是不是會那麼理想 恐怕沒有那麼簡單 一心一意重整宏基 既砸下7000萬投資PC Home 旗下的第三方支付公司 因為要從硬體服務走向網路軟體 現在外資圈更猛敲邊鼓 點名和宏達電合併說法 施政榮急忙澄清 進一步要去再進入探討的動機還沒有 還沒有動機就還沒有走出半步 要結盟的有各種不同模式的結盟 大家利益公創價值 利益分享的機制 這個是非常要積極去做的 施政榮重批戰袍 初步戰略大致擬定 至於人事案 一月剛新商量的全球總裁記執行長 陳俊勝 也確定下週就會和媒體見面 說明未來營運方向和目標 因為要粉末登場 所以他要了解宏基內部所有的運作 所以現在各部門都密集的 我們一起跟他們在了解 包含偶爾是新人 我只是比他早一個多月而已 努力拼轉型 施政榮帶領新團隊沒有悲觀理由 隨著CES展熱鬧登場 面對各品牌廠紛紛推出智慧手機搶室 宏基更確定未來將要加強行銷 在手機市場不會是個Nobody 林宋求婦 談到 受到農曆年前拉貨需求 以及智慧手機晶片出貨的暢望幫助 IC設計龍頭聯發科 第四季的財報公布了 計增2% 優於財測高標 總計去年全年營收年增超過了37% 創下歷史新高紀錄 搶進中國4G市場 聯發科和勁敵高通展開世紀對決 美國CES展當然不能放過 聯發科推出多摩多頻4G晶片組亮相 就在同時公布去年第四季財報 營收397.98億元 計增2% 創下歷史新高 總計去年核併收1360億元 年增超過37% 聯發科呢 以持續導入新產品 其智慧型手機需求暢望 移收貢獻 將超越功能型手機 去年成績大放益彩 展望今年 由於中低階智慧手機需求強勁 聯發科樂觀看待需求 通業者也表示八核心晶片出貨動能不錯 低階四核心晶片銷量也不斷放大 加上今年第一季就會推出4G LTE晶片 渴望搭上大陸4G市場起飛浪潮 我們現在有內部評估對我們的營運是不會有影響 我想包括這一季或下一季 目前看起來是不會有影響 所以採測該燈只是跟上一季 是 對 採測該燈只是維持我們原來採測的目標 不只聯發科受到中國遊戲機解禁 和蘋果新款智慧手機 傳出將導入無線充電配備等力多題材影響 IC 設計族群包括歷期去年第四季業績 表現符合市場預期 今年第一季更渴望淡季不淡 逐步走出低潮 林宋全副 台北道 近代市場傳出蘋果下一代的新機iPhone6 會朝大螢幕搏機身的設計方向來發展 而身為主要組裝代工廠的核碩 有機會拿下五成以上的訂單 另外核碩旗下的機殼廠F凱勝 也渴望雨露金均沾 提升營運的動能 新的一年開始 手機大戰又要開打 蘋果下一世代新機iPhone6照片曝光 超載邊框五寸以上螢幕 搭載A8處理器 轟建也跟著改頭換面 主要組裝代工廠之一的核碩 去年通過昆山廠啟動計劃 預計今年中正式投產 下半年加入量產 將有機會順利拿下iPhone6訂單超過五成 Consumer的產品會很穩定 Consumer的產品就完全看這個產品是否受到歡迎 會有比較大的起伏 核碩積極生根智慧手機市場 其實最早是透過旗下機殼廠F凱勝 切入蘋果供應鏈 默默耕耘三年後 效益已經在去年顯現 也成為鴻海最強競爭對手 觀察F凱勝去年光是靠前三季EPS12.9元 就已經大幅超越2012年 全年的11.48元水準 藉由今年產品超多元化發展 營運有信心比去年好 應該以小老弟自居這樣 我們小老弟年輕缺少經驗一點 但是精神也好很多 我們會努力的趕上去這樣 根據了解 目前蘋果新款iPhone專案正在執行 如果按照以往時程 新一大iPhone最快將在今年下半年亮相 到時訂單花落誰家大肯蘋果光 將一一揭曉 林宋卓夫特寶 在景氣復蘇還有開工率提升幫助下 台速四保公佈去年業績 全部的全年的營收是突破了1.9兆 創下歷史新高 再加上南科華雅科 以及台速美國等轉投資的益助下 四保的稅後存益是超過了975億元 比前年成長了將近2.4倍 台速四保去年整體業績表現超強硬 台速去年產能利用率大增達到85% 加上新建年產6萬噸的賣療SAP廠完工投產 以及轉投資台速美國 社會業延期盡量大幅降低成本 推升去年稅後存益達到206.38億元 EPS 3.24元 我們認為說整體市場的健全度 各方面比我們原先的預期 大概有稍微好一些 南亞則社會轉投資南科業績明顯成正 去年稅後存益來到252.6億元 較前年大增588.3% EPS 3.19元 台速化更因為去年煉油吸氫 以及公用事業整體開工率 都較前一年度提高 稅後獲利268.02億 年增886.1個百分點 EPS 2.81元 整體看起來因為工廠的鏈量提前 所以營業就增加了 各子公司成績優於預期 推升台速集團去年營收首度重破1.9兆元 成功改寫歷史新高記錄 稅後存益更較前年大增兩倍多 達到975.49億元 總共未來四保同步祭出樂觀看法 預期隨著去年12月淡季市場展現的 不凡需求 今年第一季的表現將更令人期待 福利宣盧關宇台北報導 經管會舉辦新春記者會主委曾明松宣示 未來一年將改善過去銀行連帶 保島債發行的惡性殺價情況 另外也將緊盯保險證券等其他的行業 至於在1月6號上路的現股當中 有沒有機會開放先賣後買 他是強調會在三個月之後進行評估 不如會場與副主委王立林等高層一致排開 經管會舉辦新春記者會 主委曾明松顯得心情非常好 面對媒體提問他還開個小玩笑 你希望我的答案是要放鬆還是縮小 你明天是準備罵我一頓呢 還是開玩笑開玩笑的 打破現場嚴肅氣氛 而在1月6號上路的現股當中 衝出台股量能 市場一片看好 他再次強調股市不能只看一兩天 不過對於近期台股表現他很滿意 今天這個量就1695 我認為量也適度放大就好 不要衝得太快 先賣後買 先賣後買涉及的程度 涉及的比較複雜 尤其是券 券的來源的部分 我們到時候三個月之後了 我們會進行相關的評估 新年新希望 曾明松強調未來一年將改善過去銀行連帶 寶島債的惡性殺價問題 也將緊叮 保線 證券等其他行業 提到寶島債 他則希望能夠朝向更多元發展 寶島債 寶島債花的來源 我們希望能夠多元 希望它的這個期間也可以多樣化 呼籲不只銀行業 其他行業別也可以多多發行寶島債 也渴望延長目前三年以及五年期的時間 另外也將加強與外界溝通 打造國內建立發展 第一岸人民幣中心的利基 福利先生的閨宇 台北報導 以上是重大財經訊息 稍微休息一下 馬上回到股市晚安報 恭喜讀者大賺695期推薦聚賣 一週漲幅19.92% 697期推薦冬節 一週漲幅16.29% 每期專業選股推薦 績效看得見 現在地購最低只要2188元起 詳情請假0223926680 或上里州網站查詢 頭痛 請用玉芬珠 吹起貼 請用起貼五分珠 五分珠 緊夠好 確立方向 選擇點位 解讀關牌密碼 空天雷點石成金專案 送您開盤十二星法 五大轉折密集 八面向同步觀察 操牌秘訣 加三個月轟動指標 來電速播 022365 3255 深田藥妝高純度玻尿酸面膜 誰能將各類產業分門別類 邀請專家為您說清楚 掌握投資方向 誰會將您想投資的企業財報 獨家剖析 將數字來說話 不怕買錯股 每週一到週五 上午九點到下午一點半 運通向前衝 讓您聰明投資 賺錢真輕鬆 市中心 百平大戶 超值珍藏的好宅 內湖正核心 明人像 新聚落 P&T 百平垂直森林園 空中樹 水中花 熱銷珍藏中 大華 胡悅 2785 0888 歡迎回到股市玩爆節目現場 收到主要客戶群創 調整39 50寸電視面板規格 造成奇美財去年第四季出貨量減少 影響營收的表現 奇美財就認為 今年除了群創電視偏光板訂單 也積極地爭取大陸廠商的訂單 預估今年第一季營收表現 渴望優於去年第四季 台灣的品牌大廠華碩 在這次美國消費性電子大展上市 端出了三款平價手機 最低價折合新台幣 只要大約3塊3千元 直接對決聯想 小米等 擅長低價操作的對手 同時華碩也表示 今年有信心手機出貨500萬台目標 可以順利達正 華碩最新秘密武器亮相 一口氣推出三款Zenfone智慧手機 螢幕大小包括四五六寸 最低售價只有99美元 之後新台幣約3000元 預計3月率先在台灣大陸開賣 緊接著前進東南亞市場 價格超犀利 華碩看好以低價重銷量 有信心今年手機出貨500萬台目標 將順利達正 不免讓人想到中國廠聯想小米等 也用同樣模式 在中低價手機成功闖出一片天 其中紅米機在台灣大陸 更是熱銷到秋貨 華碩這次祭出價格戰 頗有瞄準小米聯想而來的氣勢 另外在PATFONE新品部分 這次亮相四寸手機結合七寸平板的PATFONE MINI 以及五寸手機搭配九寸平板的PATFONE X 支援4G LTE 將需求美國電信業者AT&T在五月上市 林松特夫 看不到 終端市場需求帶動光寶科去年第四季 合併營收五百九十二點三億 年增百分之十二 創下了兩年半以來 單季的歷史營收的新高紀錄 展望未來光寶科就認為 今年PC出貨量可能維持衰退趨勢 今年將朝聚焦本業獲利的改善 以及整體營收正成長的目標來努力 展開全新的事業版圖 在整個國產實業集團旗下 中心保全國產實業以及復興航空 將重新調整事業的架構 由總裁林孝信 副總裁林民生 共同宣布成立最新品牌 希望能夠成功引領三大集團 提供更多元的全面服務 總裁林孝信副總裁林民生 難得的副子同台畫面 成為現場美光燈焦點 按下手機 舞台上的牆面忽然轉動 全新SIGMU集團LOGO 就這樣呈現在眼前 三個集團就是中心保全集團 附近航空集團 國產實業集團之間 其實溝通都非常良好 都一直已經在做進行 這樣類似的活動 所以我們對這個整合整合 跟運用各公司的資源 其實我們對它不會有任何的懷疑 我們認為這個是一定做得到的 強調未來將結合旗下三大集團 包括中心保全 國產實業 以及復興航空 以SIGMU集團作為總體服務品牌 以及核心 持續導入最新科技產品 加強完全系統發展 當我們能夠鄰居整個集團的力量的話 可見而知相對著一定業績會更好 那假如說有能力的人 他可以把這個公司做好 我們就可以請他來繼續這個工作 那到目前為止這個Vincent的表現 讓我非常的滿意 從話語中透露出零效性 對於兒子很滿意 也顯示出集團的接班佈局 已經正式啟動 富士宣盧關宇台北報導 資料統計去年台灣顯示器面板 營收1兆6,544億 年成長3.3% 未來的表現反而就認為 受惠南韓日本4K2K高畫質節目 開始放送 4K2K的顯示器出貨需求會大增 預估今年出貨量將維持去年的力道 年成長上看兩倍以上 偽創集團旗下的軟體新兵 偽創軟體正式掛牌 董事長林憲明表示 算市場對於筆電的景氣出現雜音 不過筆電市場目前已經趨於穩定了 因此也希望借重軟硬體的整合 來打開市場 偽創軟體董事長林憲明 執行長蕭欽智共同敲響螺骨 宣告以32元掛牌價正式上市 也成為今年第一檔上市櫃骨 基礎小不見得是壞事 一方面是當然它的成長速度會快 另外一方面其實可受性也比較高 偽創軟體本身就是百分之百 是用軟體為主體的一個 技術服務的一種型態 所以它基本上顯現出來的東西 就是百分之百是軟體的開花 是軟體的服務 對集團旗下軟體新兵 林憲明寄予非常高期望 目前提供各類企業IT委外服務 強調下一波進攻市場將鎖定美國 今年預定招募約150位軟體人才 維創過去靠代工起家 現在要藉由軟硬體整合打開市場 農募本身就已經是一個很穩定的產業 不太可能就算說成長也有限 就算說有一點衰退 因為別的產品進來有點衰退也是有限 所以它就是一個已經算是一個 比較穩定的一個產業了 我覺得本來台灣的企業就應該軟硬通吃 談到景氣林憲明台上話夾子一開 要外界不要對筆電產業抱持悲觀態度 不過就今年營運目標就顯得保守許多 好在上半年進軍美國市場 有信心今年營運會優於去年 同時預估2015年 全球資訊軟體規模將超過一兆美元 微創軟體絕對有領先優勢 林宋全副 台北到 威剛去年第四季合併營收84.93億 年增18.9% 創下三年來的新高紀錄 估計去年的稅後存益 將會超過一個股本 展望未來威剛強調看好伺服器 以及雲端相關應用需求 毛利率將會穩步的走揚 同時個人電腦低潤的供需 回歸健康狀態 預估威剛今年整體營運 渴望比去年更好 韓國科技大廠三星公佈了去年 第四季財報 營利和年增率都呈現 九個季度以來的首次下滑 而分析主要的因素 來自於競爭對手蘋果的最新iPhone威脅 智慧手機的售價下降 也是導致業績下滑的主意 美國消費性電子大展熱鬧登場 三星不但在家電部分 推出超大110寸Ultra HD TV 還有可以彎曲面板的電視 平板則是亮相規格 功能更優化的Pro系列 新品進出 經驗全場 不過公佈去年第四季財報表現 卻不如預期 盈利8.3兆韓元 季減18.3% 雙支營收達59兆韓元 較前季下滑0.1% 我想我們有不同的價格 提供給消費者 我們有高階的商品 我們也有中階大螢幕商品 也有低階商品 我們都是一直著力在多元化上面 給不同的消費者 第四季盈利和年增率不如預期 19個季度以來首度出現下滑 最主要原因 歸咎於蘋果推出的iPhone 5S和5C 導致Galaxy S4智慧手機銷售減緩 加上中國廠商也推出售價 低於100美元的手機搶市 這股趨勢同時衝擊三星面板架 和面板部門獲利 Samsung 也嘗試發展 新產品 透過科技技術和技術 技術的新興趣 並提供各種不同的選擇 並提供應用的 運用的經驗 經驗 盡管智慧手機整體銷售 持續增加 但多半是在新興國家販售的 中低價位手機 導致平均售價下滑 有分析師認為 三星如果要在智慧手機市場保持領先 就必須要借一套吸引人的軟體平台 來區隔對手才行 林宋初步 看到 蘇尼手機主力代工廠 華冠去年營收313.66億 年增47.47% 反而就認為 受惠於低階手機 在新興市場銷售的良好 以及韓系客戶訂單易住 看好華冠今年的營運狀況 同時在利潤提高 帶動營收下 華冠將渴望轉虧為宜 太陽能族群走出谷底 受惠於中國大陸廠的一個轉單易住 推升碩河去年12月營收 成功突破5.8億 月增超過13個百分點 連續是創下了4個月來的新高表現 也顯示出太陽能產業景氣 已經逐步的復甦 去年大陸太陽能產品 遭到美國實施反傾銷 以及反補貼的雙反制裁 為了躲避高額關稅 大陸廠商紛紛轉單到台廠生產 讓台灣太陽能業者 順利走出產線利用率不足的陰霾 這部分的成長 未來應該是會相對是比較樂觀 太陽能廠去年12月營收普遍放光芒 數核月增13.42% 達到5.83億元 連續4個月創新高 新日光也成功創下 近34個月新高紀錄 來到24.06億元 掌握今年業者 保持樂觀看法 不過市場傳出 美國已經將大陸以及台灣太陽能廠商的 清銷補貼市政遞交美國政府 要求調查並補正大陸雙反措施的漏洞 一旦台廠遭認定有雙反限制的事實 出口美國的產品也將被高額關稅伺候 對此業者並不擔心 認為應該可以安然度過 福利省的關於台北報導 可誠表示大陸蘇州廠將在投入16.44億 購買超過1000台的電腦化數值控制機 以及相關的設備 預計在上半年會安裝完畢 展望未來可誠認為 市場對整個手機的金屬機殼需求 依然是很暢旺的 今年將是市場的情況 客戶的一個狀況 來陸續的增加產能 水泥大廠雅尼正式宣布 攜手中國大陸第二大的水泥廠海螺 簽訂戰略的合作協議 未來雙方不只在水泥本業 也考慮在物流運輸、地產開發 甚至是醫療、百貨等領域 進行廣泛合作 形成強強聯手局面 看好大陸城鎮化發展 以及經濟動能轉強 雅尼簽手對岸水泥廠海螺 正式在香港簽訂合作協議 宣告將透過結盟 共同拓展水泥產業中的環保節能 城鄉減費、綠色減碳等領域的 潛在龐大商機 這都是好現象 所以以這個角度講的話 我們的水泥廠最近 的確有比較澎湃的一個感覺 目前雙方已經成立戰略推廣小組 雅尼強調 除了水泥本業外 未來兩大集團 不排除在其他產業合作 恐慌借助海螺 在大陸200多個地區 擁有土地優勢 開設百貨公司 共創雙銀局面 另外也不排除 進軍大陸中價位房地產發展 很有趣 只要大家有信心一點的話 應該很好 合作對象海螺則表示 不排除與雅尼母公司 遠東集團有其他產業合作 如果台灣有好的發展項目 也不會放過到台灣發展的機會 雅尼吸收海螺 不只在市場投下一顆賬汗蛋 也間接挑戰國內水泥龍頭台泥地位 Fresh 羅閨宇台北報導 以上是精選的財經藥文 廣告之後還有更重要的明日關盤 重點稍微休息一下馬上回來 現在來電贊免費送你贏家日報 四月 再播02-2392-6680 引富裕 2694-6111 半壽國氣 中央流行疫情指揮中心 關心您 爸爸 鵝排氣密窗 專利複合是島塊 尋覓性能超越國家標準3.5倍 有了鵝排氣密窗 家就是寧靜的停泊港 在家裡打鼓也是膽有 九十年代是國家發展的關鍵年代 經濟自由是一個國家進步的關鍵 我們創造了無數奇蹟 我們引以為傲 當世界腳步不斷向前 面對區域經濟威脅 我們正面臨關鍵時刻 一起做對的事 自由經濟示範區 歡迎回到股市晚安報節目現場 擔憂美國聯準會加速讓QE減碼 亞洲股市今天大多是下跌的 台股現股當中成功帶動量冷升溫 投資人進場意願提高 前半場大盤收穩在平盤上下狹幅的震盪 成交量也明顯的放大 但是後半場市場是突然警覺 成交量能放大但推升不了指數 即使紅家居面板金融都來立體 仍然止不住尾盤跌幅擴大 收盤下跌41點以8514點作收 成交量是放大到1341億元 爆出了近17個月的大量 但K線卻以一根黑棒跌破了5日線跟10日線 而明天該怎麼選股 趕緊請到 大家都非常熟悉 顧德投顧的顧魁國副總 為我們解析明天的關盤終點 副總晚安 阿開晚安 全國投資料大家晚安 請教副總 今天是爆大量 不過台股確實下跌 讓投證是難免擔心的 明天盤勢 是不是能夠來有一些不同樣的發展 你能觀察 好的我想大盤在這個地方 大家一定要特別注意 因為在這幾天的行情 始終看到是價漲它是量縮 可是稍微殺下來的時候 量能卻放出的很大 也就是說在這個階段當中 台北股市出現了量價背離 短線震盪的走勢 但是我說過在2014年 是選股不選市 事實上我們過去曾經 一再告訴大家說 在1月的行情 因為受到兩個因素的影響 第一個就是 比總資金在年前的時候 會做一個結算的動作 第二個在上市公司 在年前的時候 會有一些資金調度 抽動的一個動作 來因應過年的年終獎金 所以過去10年來 統計的數據都顯示 1月的行情有60%下跌 只有40%上漲 所以股票指數的空間 其實它不是很大 那在這方只是一個個股表現 那2014年應該的操作 是選股不選市 那8500點 雖然今天在這個地方 是守在這個地方 但是8500點如果跌破呢 其實大盤還是一個多方的格局 為什麼 因為在短線上來講 技術面來講 所謂的一個移動平行線 最短的一個移動平行線 叫五日均線 那月線呢 並沒有形成一個死亡交叉 所以縱使未來 台北股市跌破8500點呢 那這個地方 還是一個多方的格局 只是說 跌破8500點 到了月線附近 它能不能做一個強力的 一個所謂支撐的動作 利手的動作 抱歉 目前來講 大盤整個的支撐 是在8400點附近 所以當大盤到8400點的時候 就是進入了波段強力的支撐 那新台幣在這個地方 它在做一個貶值動作 告訴各位的是 台股在這個地方 電子股呢 是受惠的最主流 所以我們覺得說 接下來這波台北股市 大家注意的 還是在電子股的身上 因此 電子股在這個階段當中 會是台北股市在這一波 如果是在所謂下跌過後 反彈的一個標的 那各位一定要特別留意 那最新的一個報告顯示 外資美林看好台股 會優於韓股 那就是基於新台幣 在這個地方 幣值的穩定度 是比較好的 所以美林還是看好台股 它是優於韓股的 那接下來各位要注意一件事 今天是幾號了 大家知道嗎 今天已經是1月9號了 那1月10號是什麼事情 1月10號就要開始公佈 所有的月報了 所有的所謂的財務報表出來 那這個時候一定要留意 1月是公佈12月份的財報 那12月份營收哪些是成長的 那這些成長的基有股 哪些具有題材性的 那我想接下來 亮麗財報 財報公佈亮麗的股票 會成為這一波 繼電子股之後 財報亮麗的股票 也會成為這一波盤面的焦點跟主流 那也就是說 明後天台北股市 接下來的操作就是說 當有回跌的時候 那這些所謂財報亮麗的股票 還有所謂的 因為台幣貶值的電子股 那它就會成為 盤面的焦點跟主流 那這個地方 大家一定要特別留意 那麼明天 整個關盤重點 各位一定要注意到 最近有一個現象 比較不好的是 大家稍微留意一下 在整個大盤 整個的股價上漲推升的過程 那融資是不斷的暴增的 那在今年的12月31號封關 當日指數最高來到8647 那這5根KK連續下跌之後 那昨天經過一個反彈 今天再度下跌 那明後天如果破底的話 所代表的是什麼 因為這所謂的一個6天以來 6天 含今天應該是7天以來 其實台北股市的融資 都是一直增加的 那融資一直增加 股價卻呈現一個下跌走勢 而外資在這個地方的空單口數 已經累積到11959口 那你看喔 價漲 價漲 之增 這是正常的 可是價跌之增 然後外資空單的口數 11000 所謂的959口 它所代表的就是說 告訴各位這個地方 其實在最近 這7天的交易過程當中 閃戶是套牢很深的 那如果說 這個地方再跌破月線的時候 短線就會有一個停損賣壓出容 所以我們未來希望說 在這個地方 大家注意看就是說 這一波的上漲量比較少 下跌量比較增 這個叫做量價背離 而未來台北股市量價背離 它是否做一個改善的動作 不要說大盤上漲的時候沒有量 下跌量爆出來 雖然是每一天當中 大家衝得很開心 可是你仔細去看盤式的結構 因為現在的當中開放 等於說是所謂的200檔 那其中包含了所謂的 所謂的中型100 跟台灣50 還有富貴50 那這個地方你看到 每一天的結構開高走低 其實開高走低盤 只能先買再賣的話 那當中是會成為輸家的 所以這個當然各位要特別留意 其實最近的當中 散戶都輸錢的 那量價背離是否改善呢 那融資增減的情形 你看喔 大盤下跌融資是呈現增加的 代表套額很多 那明後天 會不會大盤有一個所謂殺融資 或是殺短線搶貿課的動作 大家要特別留意 目前來講指標是否轉落 MACD今天是第一千翻覆 那也代表說 大盤在這個地方 就短線的立場來講 它是轉落了 那這個轉落的動作 一定要在這兩天 MACD趕快拉回正值 如果MACD翻覆持續擴大的話 那代表盤勢呢 它是持續轉落 那這種所謂價跌 融資創新高 那它就會造成後面的賣壓 非常的沉重 那MACD是否能夠轉回正值 也是一個觀察指標 那政府在這邊買超是否持續 我想這兩天 大盤跌的時候 政府都站在買方 那也就是說 這個地方的政府買超 是否能夠持續 那政府的做多宣示的動作 能不能夠真正的一個落實 或是說它就是言行合一 這也要觀察 那最後呢 在這個地方 期貨呢 外資的空單 明後天還會不會增加 在反彈的過程 如果外資的空單 它一直一直的增加 那我跟各位報告 這波外資手上擁有很多的現貨 如果期貨的空單一直增加 它絕對不是一個好的現象 各位一定要特別留意 如果外資空單持續增加 各位手中的持股 倉位 你一定要做降低的動作 這是比較重要的 那最後 台北股市這波整個是有 外資主導的行情 那外資在這個地方 近期來講 如果各位有仔細注意的話 外資的買盤有做縮手的動作 縱使這兩天創新高之後的拉回 其實外資在整個大方向來講 它的買盤有做縮手的動作 所以未來外資在台股的一個 進出的一個大方向 它絕對決定台股未來 在短線上的一個 到底是強制整理 還是中期的一個修正跟回檔 這個絕對有很大重要的關係 那國際股市的變化 當然也是影響台股的因素之一 大家要特別觀察 總而言之 在這個階段當中 從整個價量的結構來配合來看 目前台北股市是已經進入了一個 短線修正正當整理的格局 如果在這個地方 大概要重新的翻多 有許多的指標 要做回一個多方的架構 或是外資的方向買超 要持續的擴大 同時它的一個融資空單 一定要做有效的減少動作 這些以上相關的重點 都值得在明天 整個大盤在最近 將做一個變盤走勢 是否能守住 第二波的一個高點 下殺的力道的一個平板整理 是值得大家關心留意的 把這些重點訊息提供給大家做參考 我們把時間還給阿凱 好 非常感謝 顧得投顧顧奎國副總 詳細的解析副總謝謝 謝謝各位 台股開放縣股 當沖第四個交易日 成交量果然如主管機關預期 一天天放大 今天更突破1300億 創下17個月大量 這四個交易日以來 天天都有上影線 四天中有三天是K線收黑 收盤位置都是當天的相對低點 而今天爆出大量 但K線卻殺破了五日十日線 出現了大量收黑 也難免引來是否有法人大戶 趁大量掩護落跑的疑慮 爆浪之後可以觀察前波的低點 8488點 此位置跟月限時相近的 短線上有回測月限的可能 以上是今天的股市環報 感謝您的收看 九字又一同來關心 明天的重大財經預告 我是郭凱 我們下週見 好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以影响年金制度发展 谈息下一代 请支持年金制度改革 二代健保102年1月1日正式上路咯 二代健保改革重点有 新增六项补充保险费 加强关怀弱势提升就医品质 公开保险病床查询 增加医疗资讯透明度 建立财务收支联动机制 保费收入与医疗支出要平衡 二代健保全民更好 你知道吗 在台湾平均每七分钟 就有一人被诊断出离弯癌症 而你十三分钟就有一人因为癌症死亡 这些不幸其实是可以预防的 正如提供了癌症筛减补助 可以帮助你避免造成这些遗憾 现在像大肠癌 口腔癌 子宫颈癌 乳癌 都有办法靠定期检查 来提早发现和治疗 成功率可以高达九成以上 光是99年这一年 在各县市的医护理论协制下 政府已经不是410万人做癌症三千 早知一万多个还没有出现症状的癌症 和三万三千多个癌症病变 透过早期发现简单的治疗 成功了挽救 试图保贯的身边 癌症筛选是救病的工程 你也可以掌握自己的健康 检查服务资讯 请驾各大医院 卫生所 或健康服务中心 请你赶紧去做检查哦 老王想办理车级异动 但却遭到拒绝 这是命运的安排 还是另有隐情 但万万没有想到 强制弃机车责任保险 有效期限不到三十天 是不能办理 验车过户等相关手续 请记得要检视您的保险有效期 让我们继续保下去 财政部台北市国税局提醒您 自民国101年起 除销军交薪资所的免税 有关扣缴及申报问题 请驾各地区国税局 购物消费请使用电子发票 可对降可捐赠 方便又环保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